我承认14万亿 您好吗? 谢谢你 2009年 袁明园鼠手兔手同像出现在迦士德拍卖名录中 消息传出后 国内67名律师自发组成了 追索袁明园海外流失文物诉讼律师团 但遗憾的是阻止未果 有时候是觉得痛心 不是说不敢面对 有时候你经历了才知道 这东西痛 确实是痛 以法60年 英华联军占领北京 截掠了园林园等皇家园林 从此 这些园林内的文物开始大量流失海外 1905年 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 在欧洲博物馆看到这些文物 凯然窥探道 来由此户则伤心处矣 被掠夺的文物 借中国基年基世之精华 连象征权力的玉玺也被掠夺 其原因在于民族弱文物失 这些园林园 被掠备了 中国或西方 不管 这些园林园 距离追索圆明园熟手 兔手未果的十年之后 2019年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 一场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 《回归之路》展览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包括熟手 兔手在内的六尊圆明园兽手同像 在海外漂泊一个多世纪后 重新相聚 仅2019年这一年 就有一千多件文物回家了 这其中 意大利返还的796件 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 中国流失文物回归 这更是首次在中国最高领导人 现场见证下的文物回家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总书记在向意大利总理 介绍文物的情况 包括在叙述文物返还 对中国人民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总书记非常高兴 上至新十七时代 下到明清民国时期 在这796件文物上 有着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史印记 然而这批国宝的回家之路 起初并不那么顺畅 从2007年意大利政府查获 到2019年年初 意大利法院最终做出 向中方返还的判决 历经了12年 我们就主要是用了司法的审判 以及外交的追索 两个方式结合 最为重要的是 这一次的文物追索 纳入了元首外交 这个可以有选择方案 一种就是物归原主 它是属于哪一个地方 它我们现在地方博物馆也很健全 就回归了 也可以放在总的 你比如放在国家博物馆 其实当时总书记说这段话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一点点吃惊的 因为文物回归原属地 这是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界的 一个原则里面 并不是说为一般公众所周知 那一国的这个元首呢 也不一定要知道 某一个领域 具体工作的这么一个原则里面 但是总书记当时脱口而出 总书记对于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的重视 既体现了对于 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视 同时呢 也是体现了对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促使文明交流 文明对话的 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他指出拥有 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明 这是我们两个国家的 共通之处 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 不是以十年百年为继 而是以百年千年为继 在习主席的推动下 中义双方签署了多份 有关防止文物盗窃 盗掘 促进文物返还的协议 2019年4月10日 中国用专机 把流失在外多年的 796件文物带回了家 仅仅八个月后 这些文物就在国家博物馆 与国人见面了 就在习主席访问意大利的同一年 在另一大文明古国希腊 习主席又一次就流失文物追索返还 发出了中国声音 那么我们建筑住了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博物馆 是为了使我们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到它的家乡 因为文物是属于我们的国家 是属于我们的文明 那我们不能允许我们其他的文物存在于别的地方 这是对我们文明的一个巨大搜导 我完全讨论 我不仅支持你们 我们还应该共同行动 中国有很多的文物流失在海外 我们也在不懈地做出努力 来争取这些文物 回归到它的祖国 十八大以来 中国加大了流失文物追索的力度 与二十四个国家签署双边协议 建立合作机制 一千八百多件文物已经回家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1年新年讲话 就在他新年讲话的三十天前 流失在外的圆明园马首也终于回家了 这一天 中国人等了整整一百六十年 如习近平和十四亿多中国人所愿 流失的文物回到了自己的原属地 这一度上我们一直在探讨 就是说当时为什么我们的东西会丢 为什么我们的工业会被烧 然后我们就回忆了那段历史 长大之后才有这样的这种机会 或者才有这样的这种实体 能够把流失在国外的这种中国的文物 能够通过各种行动 能够回归到我们祖国的海外里面 我们毕竟有这么一段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 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又重新的一段辉煌历史 也一样要把这个历史呢 就是现在这个辉煌续泄下去 让我们下一代人都有这种意识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心国运心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